欢迎我来在北韩有个影片 引起大家很高度的讨论 有两个男孩 这两个男孩 大概可能是16岁的学生而已 结果因为偷看韩剧 被判很重 12年劳改 还要把他们抓到 数百个同学面前训斥 然后上铐 这个画面来自外媒 有版权的问题了 所以这影片拍摄的时间点 似乎是在2022 一直斥责他们说 你们没有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 我在想说 他看的会不会是爱的迫降 爱的迫降 那很浪漫的玄冰呢 这个要从北韩拖北到南韩去 是不是有类似这样子的 一个文化比较 所以让政府 北韩政府要这么强硬的去 对学生来出手吗 那么他还把两个男孩的姓名地址 通通都公布了 那我们在台湾的这个杀 砍了十刀的15岁男 杀加害人 是所有的资料都要引力 还要保护他呢 那总之他现在强调 这些影片都在北韩传播的话 就是意识形态交易 跟刚刚讲的 民党觉得认知作战 是不是很像 原来玄冰也在做认知作战 警告国民不要看 堕落影片 所以在2020年北韩制定的这个法 就是要反动思想文化法 我看民党可能要反应 也要这个跟进嘛 国民如果观看或传播南韩娱乐影片 将可判处死刑 好严重 所以之前还有北韩高中生 偷看有游戏遭全校遭殃 甚至还有骗员卖家被枪毙 好夸张 那总之北韩名媛还转述寒流 偷看欧巴 触怒了金正恩的消息 30个人看他被凌辱的疾行 那北韩发生的事情 其实北韩也很 他这个从今日政开始 他们也很爱看电影的 所以用国营动画去制作 所谓细腻高水准的各种画面 不过不止自产 也有一种国外代工之外 还有一种方法把人绑架来 很爱南韩这个导演跟这个演员 把他绑架过来 秘密绑架之后 南韩影后金正日 就可以找到北韩来拍照 厉害了 所以韩剧是等于堕落的影片吗 那称相遇是所谓被绑架的这位导演 在北韩导了七部电影 那最尾被熟知的是平壤怪兽等等 那一个最新的消息 看到画面是说金正恩哭了 很爱看戏 自己也很容易入戏吗 他哭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来是被形容是影帝级标垒 他让现场的一些妈妈们 也都落泪了 因为他讲到妈妈的伟大 所以他哭了 哇这个认知作战 对北韩来讲这么的严厉 民进党就差这一步而已 对 钱佑说你这样看 你不觉得民进党跟北韩蛮像的吗 形度不同 程度不同 没有那么夸张 但是手法是差不多 就是说你不要去接触这些讯息 你接触的话 抖音好堕落 我要禁止 然后就把看抖音的人好讲的 好像你就十二不赦一样 然后在抖音上面传播内容的 通通都可能都是 中共同路人在地协作者 就是用这种方式 我觉得实在是不需要这样子 但不过这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说其实北韩 被人家意外发现 他动画很强 他动画是真的很强 你知道他拍出来动画片 他那个人的皮肤 毛发 衣服上纤维都非常细致 所以他的动画好到是 国外会找他做代工 那因此呢 他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因为 他们几个领导人 刚好都非常喜欢动画 像金正日金正恩 他们也受西方教育的样子 对 他们很喜欢动画 那个金正日他还去研究电影 电影的理论 就是痴迷到这种地步 这是一个 但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他是独裁国家 威权国家 所以他要透过电影 然后去控制他的人民 展现国力 对 展现国力 还有就是电影里面 会有很多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 他会把他们 就是他们这个白马 白什么三血统 就是他们金氏王朝 白头三 白头三血统 金氏王朝 他们的威武 他们当时怎么样保护北韩 免于被美国的入侵 这种故事把它变电影化 所以北韩人晚上 他们一开始 大概晚上 晚间期间 大概欣赏两个小时 李春金的新闻 李春金新闻 报完新闻之后 他们要看三个小时的电影 爱国电影 就是透过电影 把一丝形态放进去 去教育他们的人民 如果像民间党先生 我觉得也都这样 他们在很多媒体里面 也都是大量的这种认知作 去帮民众洗脑 然后改克纲 让我们小朋友 电的克纲 好像都比较符合 民进党的意识形态 所以我觉得这个 看这样看下来 联合上一段 真的觉得好像 这两件事情 是有雷同之处 是 我们看看 这影片会真的有影响吗 2023年脱北者 196人已经算新高 过去一年有 不过200 2009最高 1000多个 到了2020 2029都只双十 63 67 结果去年 196位脱北 甚至高于 有外交官 这样子的高职位的人 去脱北 逃到其他国家区的比例 非常的高 还有前北韩外交官 在日本以国会的演讲说 北韩是一个 不该诞生在地表的国家 所以日本这时候要干嘛 是要跟北韩开战的 因为常常设飞弹 飞在海域 所以日本向美国购入了 400枚战斧导弹 说要应对来自于中国 还有北韩的威胁 那当然美方就说 肯定日本 就是美国期望在该地区 形成的威责力 台湾是不是也得买了呢 然后还有北韩说 已经进行水下核武系统的试验 那各种的核潜舰 它是有核能的啦 还要阻止美国盟军的 军事抵兑行动 那突然发狂起来 会怎么样没有人知道 那国际制裁 北韩面对很多 不过就跟俄罗斯一样 好像都制裁了有用 妈金正恩换了新车 是顶级的兵式SUV 售价千万 不准卖进去 他也要拿到最顶级的轿车 所以是不是在嘲讽 北韩制裁 对北韩的制裁无效呢 北约军演下礼拜要登场了 有9万的官兵参加 规模是数损年来 最大的就是要跟俄罗斯 中国跟北韩 来秀肌肉了 兵哥 我觉得脱北者 这个是一直以来的问题 因为北韩 他内部经济状况有问题 然后再加上他高压统治 所以他们的外交官叛逃 比例是蛮高的 所以他们很多外交官 在欧洲在哪里 你想当选兵吗 对啊 也不见了是想当选兵 就是生活真的过不下去了 或是有一些 自己生命可能处在危险当中 所以就选择叛逃 那叛逃的人真的不少 但是疫情为什么会缩短呢 因为疫情就变得很难逃 因为他疫情把整个边界 全部都封锁住了 所以就变得相对的比较难出来 那最近 人数少的原因是疫情 对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现在疫情稍微缓解了一点 所以又开始了 比较有跟外界接触 所以叛逃的人又多 这个趋势大概是不会变的 但是日本去跟美国买战斧巡衣飞弹 我就满有意见的 为什么 我不是说日本不应该有自己的武装 有自己的武装是OK 可是 日本一旦买了战捕巡衣飞弹 这不是防卫武器 这是进攻型武器 因为他是可以精准打击 敌人的这些包括基地 或是一些机动车辆 或什么东西 这些他都可以精准打击 可是他是进攻型 那问题是日本现在 整个战略是防卫型 所以这跟他的整个战略 是不相符的一个东西 也就是日本不可能主动 去攻击北韩或中国 他必须要等到中国跟北韩 去打他之后他才能攻击 所以这个跟他整个战略态势 是不太相同的 所以日本一口气 就买了400枚 花这么大的钱 这个真的对他嚇阻敌人 是有帮助的吗 我觉得日本自己要去想清楚 那北韩的 整个核武的进展速度 我一直在不断的强调 他的核武进展速度 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快 好可怕 真的是非常非常快 金正恩刚上台的时候 2012年那个时候 北韩还没有核武 然后也没有导弹 你看今年才2024 才12年的时间 他已经从 他不只是有洲际弹道导弹 他还有潜射导弹 然后还有核武 还有核武可以轻量化 然后最近在试射极英素飞弹 固态的极英素飞弹 对 所以你看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间 能够做这么大的进步 这不是别人给他技术 我绝对不相信 那看起来就比较像是 俄罗斯给的技术 所以北韩应该是 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国家 大家真的是要 密切提防注意 那至于说 你说全面性对他的经济封锁 确实对北韩造成影响 但是要弄个一两台车 对金正恩真的不是难事 因为重赏之下 币有勇夫 杀头生意有人做 只要你给够钱 那北韩最厉害的赚钱方式是什么 就是用虚拟币 用网路骇客 带全世界各地到处去赚钱 世界各地都有各种风险要发生 战事凭人 希望台海不要有这样的风险才好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大家好我是谢耀周 拜托请大家拿出手机 打开YouTube 搜寻国民大会 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检查一下 因为听说有些人按这个订阅之后 之后还会跑掉 你检查一下 看订阅还在不在 如果你已经订阅没有关系 你周边的亲朋好友帮我们拉拉票 请他们也订阅 而且要帮我们多多分享 谢谢 拜托 拜托 好 好